本届女排是锦赛非常精彩,本来正在进行新老交际的中国女排,目标并没有定得非常高,因为考虑到新人多,所以目标只是进入六强。 但没想到的是中国女排在郎平郎指导的带领下,越再越有,成功完成进入六强的任务的同时,海超欧进入了四强,在半决赛中,中国女排将挑战曾经在小组赛上,站上过自己的意大利女排。 虽然中国女排是16年奥运会的冠军,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主攻守朱婷,但是整体实力并没有达到最佳,所以无论是外界还是女排自己本身,并没有太看好自己这次是锦赛的成绩。 但是在郎指导的带领下,中国女排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,让其他的对手甚至头疼。 起初,中国女排只有朱婷这一点最为突出,几乎每场比萨朱婷都是得分王,但是只靠朱婷一个人着实有些累,而且只靠一个人的发挥,这样的球队也很难走人。 但是中国女排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后,在郎指导的带领下,中国女排出现了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,那就是几乎每一场比赛,中国女排都会有一两个人爆发,表现出让人惊艳的水平,像张常宁,丁霞,曾春类,丽盈盈,小迪,龚祥宇,严妮等。 所以这让对手也很头疼,这也是中国女排节节胜利的原因。 当然了提到了这么多的名字,其实一个人的精彩表现,也是完全不能忽视的,那就是自由人位置上的王梦杰,熟悉排球运动的,朋友都知道,自由人是排球场上最不起眼的位置,没有进攻的任务,保障工作是他们的唯一职责。 所以从统计的各项数据,尚都,不会看到他们的名字,而且场上他们进入镜头一般就是一船啊,就球啊等等。 但不起眼不代表他们不重要,没有好的一船进攻难组织其有威胁的进攻,没有好的防守迟早被打荒,所以自由人更多的做的是三活内活。 众所周知,中国女排的自由人主力位置,一直是奥运会冠军成员林立占据者。 本届是锦赛,林立有一些伤病在身,而且状态也不是非常的好。 狼指导也大胆的体用新人,使用了此前没什么大赛经验的王梦杰,不得不说这是一部险席。 因为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上,王梦杰真的是表现平平,甚至还有一些失误,让人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。 但是自从第二阶段打起,王梦杰也是越来越成熟,打得也是越来越好,一船是越来越到位,给中国队的进攻,提供了很好的保障。 同时他的防守已经不非常大,连连救出好球,尤其是在对战强敌美国队和荷兰队的时候,表现可以用敬业来形容,正是王梦杰的出色表现。 我们发现林立已经消失在了首发的名单里了,这也是王梦杰实力和状态的体现了。 这点不得不感谢郎平郎指导,正是他大胆的体用新人,让这么多优秀的女派人才得以锻炼。 并且成功被发现,在他的带领下,我们看到了老女排的精神,那只霸气的球队又回来了。